肯不肯都十多年了 手在热烘烘的大烤箱旁 每隔12分钟就要移动烤盘的位置 生怕烤得不平均 2004年马六甲茨季发起月饼意卖 黄玉美就带领团队一起制作月饼 到今年已经13年 我希望可以抽到更多的款项 为了慈善咯 为了做好事咯 从8月18日至26日 一连九天 马六甲茨季志工制作约三万粒月饼 为了协助筹募茨季国际学校建设基金 这两位志工 一位脊椎痛 一位脚受伤 却还需要来帮忙 你做也痛不做也痛不容易 给他来做 给他不会想让他痛的方面去 因为现在还是一个休养的时间 我们是茨季的一分子 很多东西我们能够做的 我们就要去产业去做 因为大家付出的做得比较快 新锁的脚也可以走动了 我就在这边付出吧 我认为我可以做多少 我就是多少 每天早上八点一来 就做到下午三点 只为了能够出一份力 我听到我就来帮忙咯 人家讲有钱出钱有力就出力咯 快快来做 你现在会做你不要来做啊 等你不会做你要做都没有 我们的招牌 尤其是我人真的是我们的招牌 有民众从报章上得知 特地前来支持 你们有售卖这个中秋月饼 是为了那个见效筹款 所以我就来这里买 实际是在帮助协销嘛 我觉得就是反正都是会买月饼的 就support咯 中秋佳节 最功用爱心制作手工月饼 为教育献力 大海新闻饶鱼论 邓凯生 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